雕俠侣这部武侠大戏可以说是快智人口 也是很多不同世代戏迷的共同回忆 杨过跟小龙女的组合同样除了是荧幕里头之外 也造就了现实生活当中不少的荧幕情侣 包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加坡版本 在当中范文芳跟李明顺就是殷戏结缘 永远不可能 因为我绝对 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 面对面妻子背叛的告白 让饰演丈夫的李明顺彻底崩溃 次次入扣的情绪转折 也将她的戏剧生涯攀上了另一个高峰 这个是我在新加坡以外得到的第一个奖项 而且 而且是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奖项 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就是我的太太范文芳小姐 内敛不张扬的演技 让李明顺成功诠释失婚男子的内心挣扎 首度入围金中奖就涌夺影帝 戏里头婚姻不美满 但在现实生活中 李明顺最要感谢的 是让他对戏剧全力与付 毫无后顾之忧的牵手范文芳 我们还没有喝过交杯酒 我们就以这蜜浆 代酒吧 1998年李明顺和范文芳主演的神雕侠侣 在新加坡大放异彩 饰演杨过的李明顺尝到了走红滋味 跟小龙女范文芳戏里戏外都爱得浓烈 当时的范文芳 早就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 将沧桑海的沧桑的桑梯 把红颜看成白眼 也难以把思念变成了眼 生十六年后 在此重会 不计情深 无事幸运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会非常地了解此次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认识对方 去联系对方 然后从中变成朋友 当然也是有这个机会 更多时间在一起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缘分 如果我们如果是假戏振作 那挺麻烦的 我觉得 两人因戏结缘 戏假情真 一目情侣的形象深知人心 爱情长跑九年 修成正果 2009年婚礼上 好友孝晨 李明顺 范文芳 真是一对假戏振作的神仙眷侣 去年还有了爱的结晶 其实从我的宝宝出生以后 我心里面真的有一句话 想跟他说 身为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女演员 我觉得他真的放弃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跟他讲谢谢的 我以后会更加爱他 范文芳 范文芳回味多年 再回台湾接演新戏 描述台湾许多诗青的家庭 和李里人全是夫妻关系 人生和心情的转换 也不再是以前的笑龙女了 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我 他 我跟他说 这个心情就是我很爱 可是他会去拍一个半月 那怎么办 他说那喜欢呢 就赶快去拍啊 那去拍 OK的 可以的 不要就是 不要就是说 一定要在家里看着宝宝 他就是真的非常投入戏剧 然后喜欢演戏 然后他不会说 很在乎什么一个明星的光环 或什么 他会觉得 我现在演这场戏 应该是桥翠的戏 所以头发应该乱一乱 神雕小女戏中的苦练 走进了现实生活 刘德华所沉玉莲的杨过和小龙女 是另外一个经典 快来京哥伯伯 麻烦你通传一声 你们快点走啦 走啊 刘德华甚至上节目时 坦承一度动心 曾对陈玉莲表白 他直言给自己的感觉 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小龙女 离开梦 那是真是轻人 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小龙女 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小龙女 我这次就像是生命当中的小龙女 很安靜的 就是每一樣事情 還有那個死非黑白分都好 有跟他表白說嗎 有的 國人時期都有說的 對啊 那他什麼發現 胖 演戲和看戲的人們 都不自覺 跌進神雕小女的愛情圈頭裡 入戲很深